好业者宣布提卖九大类品项 包括麦翠鸡翅 经典大早餐 冰沙系列产品 冰巧克力 舒胃丝等等 饮料方面则会调整尺寸 像茶饮咖啡类 包括红茶奶茶 美式咖啡 拿铁咖啡等 部分有两种尺寸供选择 接下来将会改成单一尺寸 碳酸饮料像是可乐雪碧 原本有大中小三种尺寸 四月开始也取消大杯 只剩中杯和小杯两种 麦当劳表示 是菜单上会新增两大汉堡供选择 包括双层麦香机和麦克双牛宝 业者也解释 整合现行饮料尺寸 目的是顺应整体消费趋势 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删除品项 则是考量消费者 还有市场喜好做的改变 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